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这台FX516应该跟你在台湾看到的会非常不同 因为这台是美国版的华硕Tough Dash F15 所以首先你可以看到它的键盘是英科的 而且规格也跟台湾的比较不一样 光是荧幕就可以达到240Hz的更新率 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这台华硕的Tough Dash F15 首先这其实是华硕第一台Tough Dash的笔电 或许你会想到 之前华硕Tough Gaming有出过很多款笔电吗 你说的没错 但是这次Tough Dash它是一个新的子系列 不属于原本的Tough Gaming 它比较强调轻薄 所以可以看到这次官方主打它的厚度是低于2公分 重量小于2公斤 也因为是轻薄的设定 这次搭载的是Intel H35的处理器 还有以往属于MathQ Design的NVIDIA显卡 刚好可以契合轻薄 又有较强效能的Ultra Portable Gaming的定位 CPU部分为Intel的H35处理器 Intel在第十代Ice Lake的时候 就已经使用了10nm的制程 主要是用在轻薄笔电 效能笔电和桌机都还是14nm 但是这次到了第十一代Tiger Lake这个系列 三个系列都几乎是10nm了 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上了H35这个同样是10nm的系列 这台Dash F15的处理器为Intel i7-11370H 这是一颗四核心八直行序 Max Turbo Frequency可以达到4.8GHz TDP是35W的 所以这个系列就叫做H35 而第十一代Intel的H35总共有三款 分别为i7-11375H SE i7-11370H i5-11300H 非常直觉的你可以观察到 这三颗处理器都是四核心八直行序 再往下一点思考 你或许会联想到 第十一代的低电压处理器 规格也跟他们很像 没有错 他们基本上是同样的东西 只是H35系列光TDP就可以达到35W了 那在供电散热都顺畅的情况下 还会进一步再往上到更高 因此效能的表现会比RTRABOOK好非常多 当然相较H45的笔电 H35的核心数 效能功耗都没有那么高 但它刚好填补了标准电压 和低电压之间的需求 也因此这次许多厂商 推出了轻薄的游戏机 像这台Dash F15 在关闭显卡功能后 当作文书机使用 续航力也不赖 因为它搭载的是 XE Graphic 96EU的规格 因此在影像处理上 也有不错的水准 在重量和厚度上也得到控制 那目前我加了一条M.2 SSD 还有一条RAM 重量是2066公克 扣掉这些升级的零件 原本大概就是在2公斤出头一点点而已 差不多是两年前 2万元i5阳春15寸笔电的重量 就算是对比目前2万块左右 同样是i5阳春的15寸笔电 例如华硕的X509JB 重量也要1830公克 等于现在这台Dash F15 重量其实才差10%左右 但是CPU还有GPU则是强的非常非常多 更明显的优势就是价格 目前H35的游戏笔电价格都相当吸引人 例如跟我手上这台规格比较相近的 台湾卖的通路这台是41900 可惜目前经常看到是缺货的 我看论坛上也有不少这台的讨论热度 相较H45来说 它的价格就亲民非常多 而刚刚讲到我有额外加RAM这件事 我们先看一下它原本的规格 美版的规格是16GB 为8加8的设定 一条onboard 一条是三星的Sodim 但是我玩了City's Skylights后 发现它的记忆体占用率就到了10GB左右 这还是主程式加上DLC而已 外挂都还没有安装 那外挂跟一些其他程式装上去后 就到12GB甚至更高了 要做点其他事情就太紧绷了 因此我找了这条实权的ROS DDR4 16GB 加上去后就可以达到24GB 会找Tingroup这条RAM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打开底盖后发现 这台笔电的主机板是红色的 脑海中马上联想到 之前开箱过ROS这个系列 它都是用整片红色的散热片 而且实权这一组记忆体的时脈是3200MHz 可以跟Intel第11代笔电处理器 match 因为上一代Ice Lake的预设时脈是2933MHz 到了这一代Tiger Lake已经升级到了3200MHz 因此大家在挑选记忆体升级的时候 也记得要选3200MHz的 才不会拖后腿哦 i7 11370H这颗处理器 本身是可以支援PCIe Gen4的 但在这台电竞笔电上面的设计 应该是把这个通道留给了显卡 因此笔电的M.2都是只有支援PCIe Gen3 by 4 刚好我手上就有多一条实权的Z440 ETB 虽然它是PCIe Gen4 SSD但就只能发挥大概3000多MHz的速度啦 随附的电源供应器是200W的 你看这个外形还有大小其实是蛮不错的 因为相较许多笔电厂商是大瓦数的电源 仍然是一大颗的情况来讲 好而说许多高瓦数的笔电都已经是这种体积 比较小造型比较好看的电源 我觉得真的都有加分 那我把电源供应器固定就放在公司 不会带回家了 因为平常即便是将这台笔电带回家 也都是做一些文书作业 用电池本身的续航力就非常足够了 回家如果是想打游戏 其实也不用带原厂200W的电源 因为这台笔电的USB-C是支援100W的充电 虽然说打游戏的时候因为功耗超过100W 会边玩边吊链会越充越少 但减少的速度其实不快 还蛮慢的 连续玩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甚至有几天下班后我带笔电回家打游戏 而且都是熬夜玩City Skylines 还有玩渤州货卡 那到了隔天电力都还没有用完 因此对于一般人来说当成游戏工作两用机 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 这边也要提醒一下 如果要达到100W这样的USB-C充电 除了笔电本身要支援 你的充电器充电线也都要支援 那我使用的是J5 Creator的JUP44100 它可以提供单Port 100W的输出 也就是20V 5A的规格 而线材部分我则是使用具有Thunderbolt认证的cable 那么就可以保证它能够达到5A的传输 这边也要注意一下一般USB-C的线材良悠不起 就算好一点的线很多 所以就只有到3A 3.25A而已 并不是所有的线都可以到5A那么高 如果只有3A的话它大概就只有60W 那以目前这一整套的设备下来 最后用功率机观察 这个功率真的是可以达到100W的充电 这台的颜色是Eclipse Gray 另外还有白色款的我觉得更赞 那深灰色相较全黑色的金属机身 黑色其实更容易嫌脏 而且黑色看起来比较古板比较重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深色的笔电 我觉得深灰色还有深蓝色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那整个A键都是金属材质的 右上角有TUF的logo 左侧则是TUF的字样 这个TUF的字样其实让我联想到 Dale的Allenware M系列的笔电上 也有类似的设计 显卡部分这台是比较高阶的 搭载RTX3070的显卡 并配有8GB的GDDR6 不许你大概想到 哇现在3070显卡一张就要3万多了 这台笔电才4万出头 那也太划算了吧 没有啦这个3070它是MaxQ的版本 只是现在NVIDIA是不会标示出来的 而是转为用时脈还有瓦数 来标示出它的性能等级 像华硕这台笔电的规格就有提到 它的显卡功耗可以到80W 再配合上超频可以到85W 对应到实际使用中 就是在电源模式充电时 切换到效能模式 那最高大概就是在80W上下 如果是用原厂的电源供应器的情况 再开到急速这个模式后 更可以达到85W 不过其实才差5W 实际上画面的感受并不明显 反倒是一开到急速这个模式后 那个风扇的噪音真的是高到玩不下去了 这也是我在家熬夜打游戏的话 不会考虑带200W的充电器回家的原因 因为风扇这么大声的话 其实也蛮影响游戏的操作 不过这个风扇的风力是真的蛮厉害的 可以看到热相仪这边呈现出 笔电四个出风口 走到后方两个排风 左右也各有一个散热口 在使用时我感觉键盘中央比较高温 两侧则明显比较低 如果是在急速模式下 可以明显感受到 两侧有风掠过手指的感受 那经过热相仪测试后 也的确可以看到 键盘两侧是比较低温的 开开机身后也可以看到 左右两颗风扇已经中间的五颗散热导管 左边是NVIDIA RTX 3070还有GDDR6记忆体 右边则是Intel的i7-11370H CPU IO部分右边两个USB-A为USB3.2卷换5G 左边则比较多 包括电源输入 1G的网路口HDMI2.0B 还有一个USB-A USB3.2卷换5G 最后还有一个Thunderbolt 4 还有一个耳机接孔 而这个Thunderbolt就是作为100W的电源输入 不过也要提一下 这个USB-C的位置坐得太靠前面了 而且太高 导致玩游戏如果一边充电的话 左手其实蛮容易碰到线头的 有时候要避开一下就比较尴尬 键盘背光为单色的湖水率 没有RGB 动画效果也是可以在Armory Crate里面做调整 透过键盘上方独立的音量键旁边的按钮 就可以一键进入 平常也可以在里面设定iGPU来关闭独显的运作 借此省电来拉长续航力 那WASD的键帽也有雾透的设计 视觉还不赖 另外我也理解有些人会说这个键盘的方向键布局不好按 就算是玩欧卡2或是S49 这样大量用到方向键的驾驶游戏 我也觉得没什么障碍 而讲到欧卡 我想顺便讲一下这台笔电的萤幕 解析度是1920x1080 萤幕更新率可以达到240Hz 是每版才有的规格 台湾没有上市 台湾款最高只有144Hz的版本 不过对于平常游戏来说已经非常够了 那我们后面会讲到为什么 那最近我还是没什么进步啦 总是在玩Skylice 但是这台笔电要30fps都会有困难 尤其是我还加入了其他DLC还有素材 但主要也是Skylice真的是太吃效能了 把CPU啊GPU的占用率都会非常高 即便我用桌机玩 玩到后期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 也是会卡啦 所以这种主打轻薄的电竞笔电 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也是非战之最了 那在玩ETS2的时候 设定在较低画质时 插上200W的电源就可以发挥到240Hz的画面 用240Hz开卡车 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啊 那平常如果是USB-C的充电 萤幕会被锁在120Hz左右 因此我就决定将画质提高到中等 整体来说玩Oka还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会玩一些比较在意画质的游戏 那其实挑选上真的不用去追求240Hz 在这个硬体规格下去挑选144Hz 会是一个更甜蜜点的选择 萤幕外观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三边窄边框 也可以发现顶部是没有camera的 所以如果你要在家开会那就需要外接啦 可以考虑我之前开箱过的4K Webcam 它的型号是J5 Creator的JVCU-435 15.6寸的萤幕加上这么大的下巴 但晃动其实不大 且在低角度的时候加速也不会快到让人出不及防 先开萤幕时也能够单手打开 所以我觉得枢纽这方面做的算是不错 不过音质就不是很好了 平常看YouTube影片有人声在讲话 或是听音乐的时候有人声的歌词 那人声就经常会破音 像听音乐的话我建议还是外接喇叭比较好 那这应该是因为它内建的喇叭是比较接近枪战游戏的调教 因此音质上就比较不符合我的胃口 那还好平常我玩欧卡 除非是开语音导航才会有人讲话 不然平常都是卡车的引擎声 或是skylights里面的讯息提示声 其实都还OK啦 效能跑分的部分我们就不足以去念数据 而是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心得 首先在Cinebench R20当中 在电源有接上的情况下 急速跟效能其实差异不是很大 但是前面有提到 在急速的时候这个风扇声真的是会非常高 那如果在电池模式下可以看到 静音跟效能这两个模式的分数差异 真的是也非常小 而且在电池的两种模式下 有时候效能的分数会比静音还要高 有时候静音会反过来反超它 所以一开始我在整理数据的时候 我以为我测错了 那我反复回去测发现 真的有时候就来来回回蛮不一定的 接着看到3DMark的跑分 这边我们就测三个而已 就是电源的急速 还有电池的效能 还有电池的静音这三种模式 首先可以看到Timespy里面 电源的模式下急速真的可以达到非常高的分数 达到7825分 那效能的话分数也蛮高的 也比静音高上不少 而在Firestrike的电源急速模式下 分数可以达到17000多分 但是在效能还有静音的时候 效能大概就是在6500分到7000分之间 而且这边一样会呈现出 静音模式比效能模式效能还要好的情况 除了前面讲到这台笔电因为是美版 所以它的键盘是音科我非常喜欢 那第二点就是它的萤幕更新率到240赫兹 第三点就是它的记忆体预设就有16GB 比较高 第四个就是它的SSD容量也比较大 台湾版本的是最高512GB 那这一台直接就是1TB的 采用的是SK海力士的BC711 不过缺点就是这一台的保固只有一年了 那当然还有更多细节不一样 也欢迎大家自己再去比较看看 以往低电压的处理器通常就不会配独立的显卡 或是配的独立显卡通常都是很饥肋的 那稍微要玩好一点游戏的话 就会有配一些中阶的显卡这样的机种 但是这样的机种其实也不多 外观也不会特别的有电竞感 随着H35的出现 也有一些厂商 跟着推出了平价 而且轻薄的游戏入门机种 在散热供电 萤幕更新率 外观设计上等等 都比以往低电压处理器 配上中低阶显卡的入门笔电好上不少 那以华硕来说 价格也比这样的笔电 大概贵5000到1万左右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相较H45那些高阶的机种 省了好几万 是预算非常紧的玩家 在笔电选择上的好选择 以上就是用了一个多月的 华硕Tough Dash F15笔电的新的感想 影片制作内容不易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